一個人單槍斃一個在山上是不是很勇敢 只能帶一個刀子而已喔 還有火柴這樣子 那其他的都沒有帶喔 都不帶喔 你是不是有生存的能力 你十天沒有抓到獵物 你還是十天在山上 還是平平安安的回來啊 這時候要懂得他們懂得 會不會一個夜沒有抓到不能回來 也不會回來啊 一直到 有怎麼可能 小的東西不能帶回來做獵物啊 大得才算了 那個是自行解決 好 如果啊 狩獵 第二個就是口黃情 口黃情就是要會拉 男女都要會拉 這個口黃情呢 口黃情除了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教那個獵器 就是 而且呢也是我們跟對方 談話 譬如說像我們彈琴說愛 我們不能直接說我愛你 我們交往好不好 你好漂亮 我們不能這樣講 不能直接當面 當面跟對方講 一定要用口黃情去對話 譬如說 我愛你 我不愛你 是這樣子的 他有音調 就是我們打開電視 第十六台 不是一打開就有那個聲音嗎 那個就是口黃情 那個是用一個竹片去做的 那所以說口黃情一定要會 再來就是 哪孩子呢 女孩子是要編織 很會編織 很會做家務事 那是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很會做家務事 會幫忙家裡 媽媽 打理家裡面的衛生 還有煮飯啊 整理家裡洗衣服這樣子 很能幹的一個女孩子 好再來